修正案 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温泉法在2003年的7月公布 并在2005年的7月1号施行 那么可是我们看到 温泉法的制定跟实施的期间中间相差两年 期间相关的法令便根据现况的更迭 已经造成法令没有办法适应刑事的情况 比如说矿业法在2003年10月31号修正以后 温泉已经不属于矿业法所称的矿 而专业技师的分类中 也没有矿业技师一职 那么温泉的开发应不属于采矿工程师 跟矿业安全师的这个职业范围 那么温泉的计量的设备 目前也未经检验合格 以致装置的标准不一 也使得计算的基准不同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不符合公平正义及受益者付费的原则 那么重重多 重不符目前情况的状况 仍然存在 那么此外我们会看到 全台湾目前只有20家温泉业者 通过这个审核 这个取得温泉标章 其中公营的有5家 那么民间的只有15家 那么不少知名的温泉饭店 那么至今还没有取得温泉标章 那么如果说就要贸然的这个开发 也违反了这个政府 那么推广温泉 发展观光的这个美意 那么综上所言 为了充分处理温泉法的相关配套措施 若是政府应该协助温泉业的经营困难 而且推展观光 这些这个这个目的 是不是我们能够把这个 已经开发温泉使用者 为了一定期间取得合法登记录业者 有10年的缓冲期 来改善办理 让温泉业者经营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 保障民众的消费安全 跟这个身体健康 谢谢